真的是太令人震惊了 巴基斯坦航空部长24号坦言 境内多达三成以上的民航机师证照 都是花钱找枪手代考 飞行经验根本就是零 巴基斯坦一架客机 5月22号失事坠毁 97个人死亡 空难调查发现了案外案 当局虽然没有证实 失事的客机飞行员 是否持有假证照 但调查挖出惊人内幕 巴基斯坦全国有高达三成以上的民航机师作弊 他们砸大钱找枪手代考 才拿到证照 根本没有任何飞行经验 巴基斯坦航空部追查发现 境内有860名现役机师 但其中262人 当初考照不是本人去硬考 任职前也没有实际飞行经验 就伸手上路开飞机 拿数百名乘客生命开玩笑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25号下令 旗下约150名持有可疑证照的机师停飞 追究责任 巴基斯坦官方和IATA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也联手深入调查 防堵监管漏洞和假证照的存在 维护民航安全 杨郑正平编译 ò し